各位乡亲大家好 连着几天没和大家见面了 在此表示诚挚的歉意 有劳大家牵挂了 惦记了好几个好几个朋友啊 留私信啊或者留言啊 询问问有什么事了 在这儿一并表示感谢 还是我之前讲的啊 就是我们除了跟中共啊 要斗智斗勇 要斗嘴 还要脚踏实际的去去推他们 我这几天呢 一直在忙另外一件事 就是要需要去去实际的去 去做那件事去推那件事 当然了可能比起说话来 要付出更多的精力 相对的难度也更大 但是呢 一切都在上天的操控之中 这个剧本呢 他已经演到了最后的一幕了 一切都要揭幕了 最近这几天呢 有很多新闻 我就不在这儿 这个评论更多 咱们眼下几个事啊 串起来 讲一下 简单讲一下 说你比方说 崔永元 盯上了最高法 最高法呢 出来法官 录了这个视频 叫防自杀视频 说最高法的这个卷宗啊 就能离奇的失踪 因为牵涉到很多高官的批示 比如说小崔的胆太大了吧 背后肯定有更厉害的人 人家崔永元也说了吗 说你别打听 我后边的人啊 说出来吓死你 明显的没拿最高法当回事 当然 最近的进展呢 就是这个四部委联合工作组 进驻最高法 调查这个事件 因为太过于荒唐 并他丢失了卷宗呢 涉及到千亿矿权案 牵涉到很多已经下台的 或者在任的那些高官 但有人说呀 小崔这个后台呀 是有什么目的没有 这次现在拿着最高法开刀了 但我们就串了另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今年 就前几天 新年一开 然后呢 习近平发布叫 全军战训命令 搞了个很隆重的仪式 有的说大呼小叫的 军委副主席 是吧 向习近平敬礼 大声的喊叫 哎呀 这个请主席签字 就是这个战训命令 人民日报 出了那些标题 大家看得很明白 叫什么伟大斗争 伟大功成 伟大梦想 什么伟大复兴 四个伟大 但是呢 第一个叫伟大斗争 这个标题啊 乍一看啊 你你以为穿越回了文革 或者呢 穿越到了这个朝鲜啊 因为朝鲜多少年就这样 我是看到这个标题啊 我感觉是到了朝鲜了 因为那很幼稚 这种文体啊 很幼稚 但是一股战斗之风啊 一种这个 就是中共的这个 要炫耀武力的 要动手的这个味道 确实已经 你不能 不能不说呀 他已经非常的明确了 信号已经非常明确了 我们之前跟大家 将近一年前 就给大家预测的 将来有一天会走到这一步 在中国冲突末路的时候 他要自己的搞革命 这不是吗 就是但是 我们看到后续的很多报道啊 我看有视频啊 都在讲 军队啊 几个军种啊 陆海空导弹 从官员 从军官到士兵 都在讲要做习主席的好战士 怎么也不说这个 把党都放哪去了呀 那都是讲习主席 就有人说习家军啊 已经成型了 所以你不能叫党卫军了 那叫四是叫习家军 这个效忠呢 是军会主席个人 这个军会主席 大家可以记住啊 那不一定是中共的军会主席 他叫国家军委主席 代表国家的这个权力 这些事啊 其实大家应该放在一起看 另外就是什么 为什么放在一起看呢 你比方说中共最近呢 跟美国的贸易谈判 叫副部长级的贸易谈判 但据说中共的副总理刘鹤 也出席了 因为 这个这场谈判呀 叫干系重大 当然谁都谁都知道啊 这种谈判 其实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为什么 因为中共玩 西方啊 玩了这么多年 签了多少个协议 表了多少姿态 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中共对西方发动这场贸易战和经济战 已经发展到了 政治战 军事战 文化战 外交战 意识形态战 因为中国钱多呀 气粗啊 所以毫无疑问 他是要追求更多的这个 更多的影响力啊 更多的这个把控力 从这呢 你也能明白 中国为什么不让中国老百姓过好日子 用这个用房产 用医疗 用教育 用新的几座大山 用各种这个股灾 用这种P2P 金融诈骗 用税收 高无价 剥夺老百姓的财富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你要是过上安生日子了 手里有钱 又没啥负担 你肯定会要追求更多的政治权利 就跟中国今天干的一样 全世界大洒币干什么 到处出击 到处渗透 那还不是说钱多了烧的吗 他要当国际上当老大呀 他要把全世界都变成 中共中国的这个样子 他才能安心呢 这是一种本能啊 所以我们看得到 美国西方世界对中国发起的这场反击 已经让中共啊 叫哀鸿遍野 就是全国大规模的企业倒闭 倒闭潮 整个这个生意啊 这种零星啊 这冷清啊 我前段时间也见过不少国内来的这个朋友 做商业做生意的 纷纷的 这感叹啊 生意 怎么难做呢 用你形容词叫做扎猛子 就是你突然 你感觉到你客户在流失了一多半一大半 然后呢 钱根本这么回来 啪啪的往外花钱 这么回来 这多年的这个 做生意的这个人啊 都感觉到 像扎猛子一样 掉头向下 其实叫做这叫自由落体 啊 与此带来的中共执政史上 面临着四十位 四十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的几件事串起来 还有一件最新的事是什么 是这个 中共各地啊 就各省市 这个两会啊 就省级的这个两会 纷纷的这个 要不就提前 要不就推迟 改变原有的会期 因为中共这个体制啊 它这个惯性 它在比方明年两会召开之前 它这个各省市要先开两会 先开两会之后啊 开完之后 到这个过了春节 三月份 再开它这个全国两会 这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 但今年不同 纷纷各省啊 纷纷的调整会期 它避开了一个一个期限 就是这个 一月十八号 大概到一月二十四号 大概一周的时间 都纷纷避开这个日期 所以有人就揣测呀 用这个举动啊 非常的异常啊 中国几十年来 可能没有没有过这样的异常 为什么呢 可能要是要 有人说 可能是要为了避开这个中共这个四中全会 已经难产了很久的四中全会 这是这次四中全会呀 大家知道往常啊 是要讲什么的啊 要讲这个 这个人事安排啊 有可能会设计到人事安排 要壮大的这个政策 但这次呢 可能是非常的急迫 因为到 因为之前没有定好 不能按计划开 一直到现在 逼的这个各省啊 纷纷要调整这个 已经定好的这个两会的会期 是吧 大家知道 这种临时调整 要打乱很多很多安排 但没办法 显示这次中央啊 中共中央啊 他们有非常急迫的 并且非常重大的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其实啊 说句这个通俗的话讲 习近平中央啊 和整个中国共产党 现在叫什么 叫互为包袱 用对习近平来讲 整个这个中国共产党 这个这架机器啊 统治机器 也叫千疮百孔 叫击中难反 做了太多的孽 做了太多的恶 积攒下了巨大的这个仇恨 所以呢 并且它是 它是个切切实实的一个 一个负担 一个肿瘤 中共自己也知道 这就是个肿瘤 整个这个党的执政机器 就是一架肿瘤 马上就要溃破了 在中国经济滑坡的 这个前提下 根本养不起这样的肿瘤 所以干什么 叫挥刀自攻 干掉它 与其啊 自己挑破它 是吧 它总会啊 这样一些主动性 这样一些主动性 我把它叫做叫做 自己收割罪恶树上 结的这个罪恶的果实 它尽管这个血腥 但是呢 它也是果子 但是对中共来讲 习近平也是他的负担 习近平带着个新班子 也是他们的一个负面力量 你用习近平上台之后 没有给中国共产党 带来任何的丝毫的民心 和民望和改善 习近平任内啊 没有给中国老百姓 办一丝一毫的好事 并且呢 全世界的挑衅 对外对内 全部挑衅 撒币不说 把中共前几届啊 辛苦积攒下来的 这个这个这个 窃国大盗啊 偷回来的钱啊 撒了个溜竿而净 搞的各地财政啊 叫入不敷出 然后呢 引来的最重要 它引来这个国际上的这种反击 在贸易上的反击 比方美国的贸易战 比方全世界对华为 这样的封杀 更别说啊 最近啊 美国频繁的抓中国在美国这个间谍 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 突然啊 就习近平好像成了中共的掘墓人 给中共这个庞大的机器啊 带来的全是负面的 那叫 这叫利空 噩耗 所以习中央 跟这个中共啊 他们现在就是一种 互为包袱 互为负面 力量的 其实离心离德 互相仇视 中共体制内 有大批的人对 对习近平 是仇恨的 我这次来啊 有听这个 几个朋友讲啊 国内来的啊 几个朋友讲 就是他们啊 感觉到好像全国上下 没有不恨习近平的 当然了 我也说过啊 我从习近平上台啊 我那时候 我在国内 到后来出来 到国外 到美国来 接触了三教九流的 好像从来没有听过 一个人说习近平好话的 我有时想想 我就真邪了门了 是吧 之前胡锦涛啊 邓小平啊 毛泽东啊 甚至啊 毛摩 不管怎么样 总会有一帮人说他们好 但是在私下说真话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 真是保持了记录 到今天为止 没有听见一个人说他好的 这个就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 他对中共啊 他更加的恐怖 他吧 其实他中共 已经被习近平啊 把那个求生的这个生机啊 全部掐断了 所以今天啊 中共和习近平之间就是敌人 就是死敌 所以大家也看得到啊 现在这个 中共中国这个改革呀 军队体制的改革 然后呢 地方警察 要军事化 纳入军队改革 纳入军队改革 那谁都知道啊 那就听军委主席一个人呢 所以大家要当习主席的兵 当习主席的好战士 谁还讲着 共产党在在哪 在在算他妈哪根葱啊 在他妈哪凉快呀 那些体制内的什么高官 什么党干们 感觉到后背上发凉了没有 感觉到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菜刀 那个土刀切到脑门上 切到脖子上的 凉生生的感觉了没有 现在就是马上 时候就要到了啊 因为对习近平来讲 时机 这个节点到了 因为他这个坎 迈不过去 之前啊 那个挑衅 都已经 被反弹回来 哎 这个压力空前的巨大 就是说 你要对习近平来讲 如果你不不抛掉中共这个机器 啊 这个肿瘤 这个包袱 肯定要跟他同归于尽 当然对习近平个人经历上来讲 这个党 尽管把他捧上了这个高位 但是 这个党从历史上 在习家的历史上 对他们家是什么 那叫迫害 习仲勋 被整个体制迫害 坐了十几二十年的牢 出来之后 连着习近平和他弟弟 谁是谁都分不清 习近平也是啊 下放回乡 回来之后 被他自己母亲举报 抓到派出所里 大家以为这些都是什么好的体验吗 不是那个道理吗 是吧 这个党是很危险的 对 中国观的这个怪胎 对他党内的机体内的 尤其对他的高层的 对人是非常的危险的 那就大家 你千万可以要记住啊 这个 别人还可以旁观者啊 对作为亲自经历过 中国这个残酷冷血的 这家机器的这个 这个冷酷的 那只有当事人啊 才更有发言权 但咱们呀 没吃过猪肉啊 也看过猪走 也看得见 中共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那么一个贱种玩意儿 他该扔的就得扔 习近平绝对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想法呀 要给中共他娘的续命 要为中共 要为中国共产党 要劳心力血 献身 奉献一切 为了党的事业 去他娘的 但中国共产党 那也是这样 中央共产党 咱们讲 雪崩之下 没有一片雪花 是是无辜的 中共这家罪恶的机器 它离不开 它每一个 在这个细胞 每一个螺丝钉 他们所发挥的 这个罪恶 中共也一样 中共谁都知道 叫什么叫 人走查梁啊 中共也不可能 去效忠 某一个领袖 中共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 这个样子 就是老毛在 文革时期 如日中天的时候 还有大批的党员 私下里念叨他 当然等到 老毛倒台之后 有多少人 彻底的诅咒他 中国的每一任党魁 不都是这样吗 都是这个下场 怪胎 就是怪胎 贱种 就是贱种 咱们说煞逼 就是煞逼 他们之间的这个 这个矛盾啊 就是要爆发了 为什么 因为泰山压顶 内政外交 全盘溃败 没有任何向好的迹象 没有任何利好的消息 这个这个时候 他们要干什么 他们就是要内斗 看谁先下手为强 我今天说的呀 可能很多朋友 还是不认可 无所谓 为什么 因为时间快到了 任何事都快要发生了 咱们看中共下去 如何作恶 这个贸易谈判 大家谁都知道啊 这美国实现 是倾向于什么呢 我们知道 这个看西媒的报道啊 就是说呀 这次中美贸易谈判 这个分歧呀 继续扩大 不但没有弥合的可能性 继续的扩大 中共当然表态呀 说要加大购买 美国产品的力度 那美国就说 好 告诉我具体的步骤 某年某月 某日 你买多少东西 然后再到某年某月某日 你买多少东西 你说开放你的市场 好 某年某月某日 你什么 我什么项目可以经营 我什么这个企业在中国 可以落地 比方金融能源 通信 是吧 咱们可以干 你都给我说清楚 并且呢 我现在这个关税 我也不会取消 意味着什么 就是说你必须 我看到你真正的执行了 执行了你的承诺 我才取消这个关税 而不是说你现在给我表表态 拍着胸脯表表态 说上你好听的话 就完了 然后就 我们就给取消关税 被你混过去吗 压根不可能 其实说白了讲 我之前的观点 跟大家说的很明白 中国 中共今天的这个困境啊 它不不仅仅是中美贸易战的问题 即使没有这个贸易战 中共经济也 它娘的要完蛋 因为这样的极型经济 这个全世界 全宇宙 都没有这样的资源支撑 这样的变态的体制 千万别说中国人多 中国再多十倍 一百亿中国人 也仰慕活 中共这个怪兽 所以是肿瘤 涨到一定程度 它一定要威胁宿主 很简单的道理 它要把宿主干死 但是大家要记住 宿主死了 中共这个病毒 这个肿瘤也一样 从任何道理 任何逻辑 任何常识 任何规律 来分析 中共叫什么 叫自寻死路 也就到今天 它要为他一切的罪恶 付出他们的代价 当然这个代价 可能会无比惨痛 那些看不清形势的 那些贱种们 还想跟着中共继续混下去 还想在这个乱世 分一杯羹的 我只能告诉这些傻逼们 他们会死得比谁都惨 但今天又开始骂人了 前段时间 有朋友说 最近平和了 好像不骂人了 什么是为什么不骂人 老子骂人还是轻的 有看这几天 有个朋友看我推特上转的 那个医院里的孩子 父亲为了和母亲 为了给孩子看病 打起来了 妈妈坚持要借钱给孩子治 然后呢 父亲坚决不同意 为什么 因为确实这个情况 叫家破人亡 就是一则人才两空 借来钱 家庭背下了天文的债务 孩子也不一定要救得回来 因为中国是个极限的医疗体制 我告诉过大家多少次 中国这个医疗体制 不是为了救人命的 它是要害人 要杀人的 就像中国的法院 不是为了主持公道的 它是要破坏公道的 它是要破坏人的 就像警察不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 是为了伤害老百姓的 中国人 生在中国 就不是人 在中共看来 出生不如 甚至连个数都不如 这样的中国 你让我说好话 才能保持平和 我们看到过多少 这些鲜明的例子 是吧 我讲过多少次 中共它即使的 它不去作恶 我们不需要它去管事 不需要它去 尽它的职责 去为老百姓谋福利 它只要不阻挠老百姓谋福利 为自己奔求 自己奔求一个 一个幸福的未来 中国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 但恰恰不是 中国人今天过得 过得这么凄惨 就是因为中共 他就想让中国老百姓过得凄惨 因为你过得越凄惨 中国这傻逼的金子塔顶上那些傻逼建筑们 他们才有好日子过 我们对这样的体制 对这样的命运 还要继续接受吗 就我刚才讲的个例子 几岁的孩子要死了 然后再就得看着父亲母亲 为了自己要不要治 要不要去借钱去打架 对他娘子是他妈的人类社会吗 对这样的现象 对这样的丑恶 对这样的中国人所承受的这种苦难 还能麻木 还能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应 那我不相信 中国人所有人都是像中国所所期望的那样 所以中共今天的倒台 除了中共自己的这个内斗 他绝对有大批的那些人 不再不再忍受那些人 有他们的愤然一计 有他们的愤其反抗 就要今天 我们全共振的发言人 李一平所讲的 我们的安排 老百姓要行动起来 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机遇 这个机遇呢 每个人行动起来 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中共不是要开两会吗 老子就让他们开不成 开他们什么 谁家的两会去 上帝没给他这么 没没给他这 这点时间 他中国连这点时间都没了 好 今天本来想给大家 这个解个密啊 为什么 因为 尤其本来开头啊 今天不是想说这个呢 就说什么呢 就说这个习近平折腾来折腾去啊 不是要想称帝吗 咱们说要称帝啊 咱们说的故宫 北京的故宫啊 紫禁城县实在那放着呢 你要称帝的谁都知道 故宫紫禁城 中轴县上那把龙椅 能不能坐得住 我本来想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龙椅 穿过这条县 这条中轴县 这条县是怎么确定的 他为什么确定在这个地方 他知道他故宫去啊 太和殿讲什么 叫建基黄游 他就指了一根经线 因为所有的经线都指向紫禾星啊 指向北极星 所以这根经线的选择 他是天子的线 是权力的线 他为什么要选择成这个 这个这个经线是数多少呢 116度23分 为什么在这 为什么选择这 大家要记住啊 大家要记住 他是无比重要的 他涉及到整个皇权 统治者最高统治者 他的权力基础 他有没有那个命 坐在这个这个经线上 坐这个宝座上 他现在 现在要明白 这个经线意味着什么 好 今天没时间了 明天给大家讲 为什么故宫 中轴县 是116度23分